AE Zion 嗯 怎麼啦 其實 當年那些信 有你的 也有 那誰的 你剛走那會兒 說心裡話 我特恨你 我越恨你我越想看这些信 我越看我越恨 跟神经病似的 后来 我再看的时候 我就觉得 当初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我对你真的不好 我挺混蛋的 不不说了 那个 这些都还给你 之前的事从今天开始就翻篇了 好 翻篇了 谢谢你啊 秦伯 哎 写什么 我明天就回九江了 先把老房子卖了 再把我之前欠的那些债 一次性还清 你放心 今后我不会打扰你了 更不会打扰俊俊 我走了 那就这样 早点休息吧 谢谢你啊 哎 哎 谢谢 那一路上平安 行 早点休息 消息 你怎么起来了 我拿点水就要渴了 你怎么起来了 我知道 你怎么起来了 妈 其实没写什么 等你长大了就会理解 我已经长大了 二十岁了 妈 爸 你跟我爸结婚的时候 你爱他吗 我跟你爸结婚的时候 当然爱他了 要不然怎么会有你呢 那为什么要跟我爸离婚 我跟你爸开始有变化 就是因为你爷爷 你爷爷被厂里除名了嘛 被厂里除名之后 你爸爸就开始 每天酗酒 我喝完酒就回家发酒疯 我本来是想为了你就忍了 但是后来我想一想 我往后的日子要那么过 我不愿意 我也害怕 那后来呢 后来 后来就 后来就碰到苏老师嘛 苏老师 我跟她说 苏老师她 苏老师是我的同事 然后 我和她之间有很多的话 可以说 她说我听 我说她听 然后 后来就成了笔友嘛 我说她 但是我和她之间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事情 但是你爸爸后来知道这件事就 一下子就脑大了 那天的事我有印象 那天你在吗 没有人跟我说过那天你在啊 我在 我在 我就记得 很模糊 很多人 然后很吵 然后他们在推你 那天 但具体发生什么事 我不清楚 对 那天人是很多 也很乱 其实那天妈妈就是去给 苏老师还一本书 然后 不知道怎么就变成那样了 不知道怎么就变成那样了 后来的日子更是一团糟 所以 我在九江 我不想在九江待下去 所以就来北京了 那 你爱苏老师吗 我爱苏老师吗 其实妈妈说不清楚 你知道吧 但是那个时候 我和苏老师确实 能聊得来 也算是一种 也算是对妈妈的一种安慰吧 那你们为什么没有在一起 后来她就是这个事之后 她就不见了 然后 妈妈也没有去找她 后来来北京 那也会常常想起吧 想着想着也就过去了 其实这时候说爱或者是不爱 都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生活里面有太多的事情要 面对和解决 但是我 唯一遗憾的就是 那个时候没把你带在身边 把你留在酒家 妈妈 其实我怨过你 恨过你 你 你就知道 就是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经常 跑步上 发现啊 为什么 我 我不是怕别人超过我 我就是害怕 他们追上来以后 打我 他们为什么要打你啊 就小时候在厂里边啊 很多比我大的小孩 他们嘴里边每天都念着一双 大入室 有小敏换蝴蝶 小敏换蝴蝶 是吧 穿着一双 小敏换蝶 我就很生气啊 我就冲上去跟他们打架 但我从来没有打赢过 我就跑 所以我越跑越快 原来是因为这样 对 也算是什么 因火得福吗 差不多吧 跑的时候我就想 我想 为什么只有我的妈妈 离开我 只有我的妈妈 不在我身边 只有我的妈妈在其他小孩 打我 欺负我的时候 不出现 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 妈妈 没事妈都过去了 我也长大了 对不起妈妈不知道 对不起 没事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对 爸 你 你看 你现在都比我坚强 妈妈哭成这样 哈哈哈